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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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关费是多少呢 这个随着通货膨胀每隔几年会涨价 目前的费用140移民局收的关费是700美元 另外呢有一个可选项就是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ing 不是所有的140都能加速 然后呢即使你能加速呢 也不一定值得适合办这个加速 但是如果要办呢 那这个费用呢 移民局另外收1410美元 这是140 485阶段呢是按人头手的 每一个成人移民局要收1225美元 14岁以下的孩子移民局收750美元 那么这个是140和485 对于EB1和NIW类别呢 140是关键步骤 除了官费呢还有律师费 那律师费要多少钱呢 具体多少因人而异 前面我们已经解释了 看你的背景 请你发信告诉我你的背景 然后会提供免费的评估咨询信息 还有更多的材料供您参考 这是EB1和NIW 除此以外要办Prem类别的绿卡 这个呢先要向劳工部申请 劳工部呢不收官费 但是呢你需要雇主登广告 证明招不到合适的美国雇员 那么登广告 当然你在报纸上登需要费用 一般来说呢要一两千 除此以外呢 还有律师费 这个呢一般要几千美元 相对比较整齐划一 因为Prem呢 物种相对比较统一 不像EB1和NIW呢 天马行空 各种背景的人都有 是劳工部的Prem阶段 这个所有的费用 包括广告费 律师费 或者有其他的这些费用 都需要由雇主来付 不能由雇员来付 或者变相的转嫁给由雇员来付 比如说从雇员的工资里面扣除 这些是不行的 是违反劳工部的规定的 如果查到呢 对雇主雇员都有不利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步骤呢 这个雇主雇员付都可以 就是移民局的这些步骤 那么此外 还有什么费用呢 从这个Prem140485以外呢 一般来说要做体检 体检呢 要有移民局指定的医生 一般要几百美元 别的呢 还有一些零星的费用 比如说你要交照片 所以要照相 然后呢 你要办出生公证 然后有的材料可能需要翻译 当然有的你要交纸板的嘛 Hard copy 有的需要复译 当然还要邮寄 这些费用 除了140以外呢 485 你可以自己办 可以看我们这些视频的系列 我们有无数 关于怎样办理485 常见问题的视频 然后呢 当然现在啊 这个形势比以前更严格 要求的更多 所以呢 你也可以找律师来办 那律师收付多少费用呢 那要看你申请了有多少人数 case的复杂程度 要根据工作量 提供报件 那么如果说 亲属移民要多少钱呢 亲属移民 你要一般来说 先交130表 130的官费呢 目前是535美元 当然这个受益人呢 过后 不管是不用排期 还是要排期 排期到了 还要交485 如果在美国境内 前面说了 成人一个人是4850 1225美元 如果我在美国境外呢 那你可以办移民签证 移民签证呢 你要通过 National Visa Center NVC 先办领事处理 然后呢 发到广州领事馆去办 领事处理这一阶段呢 要填的表 叫DS260 NVC呢 收的费用是 一个人345美元 这个要在网上交费 然后在广州领事馆部 已经拿到移民签证的时候呢 还有少量费用 目前大概是205美元一个人 一个叫支卡费 还有这个签证费 另外呢 当然你在中国办移民签证嘛 那还要在中国的指令医院做体检 另外呢 当然也有公证翻译等等一些费用 以上呢 是移民绿卡的费用 如果说签证 转身份等等 要多少钱呢 申请工作签证 H1B 或者呢 O1L1都要填 统一的一个叫I129表 I129表呢 费用是460美元 另外呢 如果你是申请H1B 一般呢 还有一个叫防伪费 Anti-Fraud fee 是500美元 还有呢 一个叫ACWIA fee 理论上说呢 是收上来 培育美国工人的 对小公司呢 这个费用是750美元 25人以上的公司呢 这个费用是1500美元 所以呢 加起来吧 小公司呢 为员工来申请H1B 要花1710美元 这个呢 还没有算H1B的加级费用 这个都是官费吧 另外的律师费啊 别的费用 时间等等 是另外的 那么如果转换签证身份呢 一般要填一个叫I539表 这个表呢 最近刚刚有更新的版本 有新的要求 现在呢 要打指纹 以前不要 打指纹之外呢 还要收一个打指纹的费用 叫Biometrics fee 那么I539呢 本身是370美元 另外呢 如果受益人 每一个人头啊 要交85美元的 打指纹的费用 比如说 H1B持有人的配偶 孩子 有俩孩子 一共呢 有三个人申请 那么呢 你除了基本的370以外 这三个人 每一个人还要再加上 85美元的费用 那么如果是学生 留学生 毕业以后呢 申请OPT OPT呢 拿到的这个叫工作许可 也有人叫工卡 EAD 这个费用呢 要410美元 那你到期了 如果延期呢 当然还要另外再交这个钱 拿一些签证的人 比如H4 L2 J2 在特定情况下呢 是可以工作的 也可以申请EAD 当然同样呢 也要交这个410美元 如果是申请I485的时候 申请EAD同时 不用另外交费 那么除了这个签证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呢 介绍一下 比如说如果申请万一被拒了 那你可以考虑 在大部分情况下 可以上诉 有的时候是不让上诉 那或者你提交一个叫Motion to Reopen 这个呢 要填的表叫I290B 这个呢 要675美元的官费 或者呢 有的人说 是因为党员啊 等等因素 说可以填I601豁免 I601呢 这个官费非常贵 930美元 所以呢 应该还可以尽量避免 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也讲过啊 You can't you don't have to 具体你是否要填呢 当然要看你具体情况 可以联系我们 和美国公民结婚 很快就能拿到绿卡 那拿到的呢 也是条件绿卡 两年以后要去除条件 具体来说呢 是在拿到绿卡以后 一年九个月到两年之间 这三个月的窗口 不能早 不能晚 抓住这三个月 提交这个去除条件 转为正式绿卡的申请 这个申请呢 叫I751 官费呢 是595美元 我们也为一些客户成功的办理过 还有一种申请呢 叫I129F 这是什么呢 比如我是美国公民 我有一个未婚妻 在美国境外 比如说我经过在网上 认识了一个朋友啊 发展这个engagement 未婚配偶啊 然后呢 说把他办到美国来 他可以办K签证来美国 但是K签证呢 不是说我想办马上就能办 那我作为美国公民呢 先要向移民局提交 I129F的申请 批准以后呢 这个未婚的配偶 可以拿K签证入境美国 然后有几个月的时间结婚 这个I129F的申请呢 我们也为客户成功办理过 这个官费呢 是535美元 最后呢 还有就拿到绿卡以后 很多人呢 还是应当考虑 成为美国公民 有更多的对个人的福利 比如说 你可以为父母办绿卡 为兄弟姐妹办绿卡 另外呢 当然也会增加 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这个入籍呢 这个表叫N400 目前的官费是640美元 那么经常有人问说 我这个办绿卡 从头到尾一共办下来 要多少钱 首先我们看到 就分成若干部嘛 而且你这个办到中间 说不定移民局官费又涨了 然后再说医生 到时候收费多少 也不好估计 我们只能给你提供一个估价 另外呢 我们还要了解更多的参数 比如说你要办哪一种绿卡 什么渠道 什么途径 一共有几口人来办 你中间还办不办别的 比如说办签证 维持身份 等大致的一个估计 美国绿卡总体来说吧 这个费用还是比较少的 比起来 比如说在希腊买一个房子 要几十万欧元 在澳洲的投资移民 据说要五百万欧元 经常有人问到我们 就是说这个办美国绿卡 和签证要多少钱 所以我们录制这个专门的视频 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